这个穷人刚给绿 就拿着把小水枪 跑去银行玩抢劫 他瞄准贵员 命令对方将抽屉的钱都拿出来 可眼见要拿到钱 两人却四目一对 乖倒 他们竟互换了灵魂 穷人懵了 贵员也傻了 穷人立马保持冷静 偷偷拿走钱袋 就往后门跑 贵员则倒霉了 灵魂附在穷人肉体上 就这么给警察抓捕 此时穷人刚要溜走 却被同事撞见 对方一看他手上的钱袋 就连忙阻止他 两人争执之际 警员听到动静来了 对方夺过钱袋后 穷人立马急了 妈呀 两人再次互换灵魂 穷人变成警员 贵员则恢复灵魂 而大唐的穷人肉体却是 警长都愣住了 这劫匪还玩Cosper那仔 而两次变身的穷人 现在也迅速反应过来 明白了自己的超能力 他想打给女友汇报情况 但对方听他声音不对 还以为是骗子 二话不说就挂断了 此时警方也掌握了穷人的背景 他没有犯罪前科 只是一个18线小演员 所以即使穷人的肉体 附着着别人的灵魂 不停说着自己没有犯罪 没有犯罪 但警方都认为 这不过是在演戏罢了 警长雷厉风行 他展开凶视逼问 让穷人别再演戏了 可灵魂是警员的穷人 眼见自己怎么辩护都没用 只好说出他和警长两人 才知道的秘密 警长满脸不可思议 内心也开始慢慢相信 对方说的话 难不成 这世界还真存在灵魂互换吗 但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先将钱袋取回 将真穷人抓捕归案 而现在 穷人正身处咖啡店 一批警察也到了门外搜查 眼见要被发现 他立马将钱袋丢到柜台后面 决定再来赐灵魂互换 这拥有超能力的穷人 只见他一把将电源拽了过来 下一秒 穷人变身店员 拿起刚抢的钱袋就往门外跑 警察见状紧随而后 但这店员身体素质实在太差 穷人跑没几步就气喘吁吁 他赶紧搜寻街边的路人 出拐杖的不行 街边看戏的也不行 这个迎面而来的跑男 完美 他立马将钱袋塞给对方 就再次灵魂互换 等警察追上来后 穷人满脸得意 嘿嘿 小样们 而此事警局里的警长 还在对每个嫌疑人进行审讯 第一个被互换灵魂的贵员 也强烈表示 自己是在跟穷人眼神对视后 就给互换了灵魂 虽然警长半信半疑 但附着在穷人本体的跑男 正看着自己新的模样大吼大叫 这压的是谁啊 俺不是在街边跑步吗 怎么突然就闪现到警局 给当犯人抓了起来啊 听着对方的说明 现在 警长也彻底相信 这穷人确实拥有灵魂互换的超能力 而此时穷人换好装扮 来到了一家通灵店 想让大师帮自己找回真身 他说出了自己刚抢完银行 还拥有灵魂互换的超能力 可大师一听根本不信 大哥 虽然俺搞通灵 但俺也不信这邪门之道啊 为了得出真相 大师决定亲自体验一把 大师来到了穷人本体身上 一旁的警长看着 不会吧 又换了个人 但他也反应迅速 从大师口中得知了穷人的位置 可刚想再问些什么 大师就猛地抽搐 回到了自己本体 这下 他也相信了穷人所言属实 他害怕招惹麻烦 赶紧将穷人赶出了店里 但令穷人没想到的是 钱袋还留在店里 这可该咋办吧 这穷人刚抢完银行 就把钱给弄丢了 更搞笑的是 他居然还找警察帮忙 可因为做贼心虚 他口吃的说不清话 脸上都写满了紧张 一听丢的是个袋子 警察立马就觉得不对劲 刚要对他进行抓捕 穷人就反应迅速 和街边的朋克族 进行了灵魂互换 接着他没开二堵 一声吼叫吸引对面女人的注意 接着 穷人附身到女人身上 而他看见远处的老头 发现对方所住的大楼 正好能通往丢失钱袋的通灵店 接着他再次大喊 可老头实在太弱 以着身体行动 肯定会给抓 只见一对母子出现 他立马询问女人所住的楼层 得知对方家就对着通灵店 便打算再来个附身 可当他和女人进行眼神对视时 却发现 眼镜居然能防止超能力 这招根本没有 没办法 他只好把目光放在男孩身上 就这么和对方互换了灵魂 下一秒 穷人本体就换成了男孩 此时警长正在着他 往通灵店赶去 一路上 男孩都害怕得直喊妈妈 可把警长给整麻了 紧接着 待在卧室的穷人 看着隔壁就是通灵店 他便绑着床单 顺利进到店里 哪知他一翻翻找 钱袋没找到 却被赶来的警长带到 对方请求着他 将男孩的灵魂换回去 只要好好自首 顶多做个五年牢就完事 穷人似乎被说服 他缓缓走向自己的本体 将手搭到肩上 下一秒 他却望向了警长 就这样 穷人和警长互换肉身 他举枪威胁对方 赶紧把钱交出来 可一旁的男孩 却害怕得连连尖叫 结果穷人一走身 手枪就给警长夺了过去 对方反过来威胁 让他立马换回肉体 但此时 一批警察已经赶到 毫不知情的他们 一看警长正被穷人举枪胁迫 就火速开枪把穷人的本体击毙 放弃了自己的本体 以警长的身份重新生活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他找到女友时 对方见到他的第一句话 不是你是谁 而是请进 穷人彻底懵了 乖倒 穷人知道自己给绿 但也不知道会给绿的这么彻底 这波叫做什么 暴冻着生命危险 偷电平车来养你 你却跟个冤种在一起 结果搞半天 我才是那个冤种 大的那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剧集出自 新阴阳魔界第二季 第三季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